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要经营爱多美 如果你告诉我没有时间 是因为你的决心不够大 一个孩子忙吗 非常忙 那么五个孩子 我告诉你 有时候你会看到好像一个疯婆子 在追着小朋友 不懂要回答谁的问题先 所以如果要经营事业 自己的心态调整好来 要做就是做到最好 时间是可以调整出来的 那么五个孩子的我 为什么要经营爱多美 因为爱多美呢 就是一份可以照顾我的家庭 照顾我孩子的一份事业 那么像我这样的一个家庭主妇 孩子有那么多 我要经营这一份事业的时候 我一定要先了解公司的背景 因为公司的背景 如果不够好 不够强大的话 那么呢 本来都已经不是很厉害的自己 如果说被一家不好的公司 搞垮的话 那么我的信用将会就是扫地 所以在我经营爱多美之前 我确确实实的就是有做了survey 有去上网 就是去研究一下爱多美公司的背景 大家知道我上网 找了爱多美公司的背景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发现了什么 在网络上竟然找不到 爱多美的一个缺点 这也是让我非常意外的 那么今天大家来到这里 大家有发现我们的环境 和过去的成功学院 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发现我们的领袖 打扮有什么不一样吗 大家都系上了那个蓝色的袋 伙伴们知道这个蓝色的袋 是有什么意义吗 这个蓝色的袋呢 就代表就是我们爱多美的原则中心 爱多美公司与其他的公司 绝对不一样 我们是一家比较人性化的公司 然后呢都是以一线比较 就是能够照顾 以顾客成功为理的 然后我们不抢线 都是以比较道德的经营方式 去经营爱多美 所以领袖们 在参与成功学院 甚至一日研讨会 都必须全程带着这个 我们叫什么 领带 叫领带吗 那么呢 这也代表就是我们这些领袖呢 都会秉持着爱多美原则中心的 一个理念去经营爱多美 所以呢我想借大家的掌声 就是谢谢公司的原则中心的理念 那么呢 就进入今天的爱多美公司介绍 爱多美公司呢 是一家售卖 我们日常必需品的公司 简单来讲呢 就是我们吃的喝的用的穿的 都能够在爱多美公司找到 基本上呢 从头到脚的东西都有 女人常用的护肤品 那么呢 男人穿的内衣内裤 鞋子皮带 保健品 食品都能够找到 简单来说呢 我们只要在你生活上 你能够有用到的 在爱多美都能够有 简单来讲 我们只要在爱多美里面 你不怕走出去 你的朋友告诉你 他不需要这个产品 他没有用到这个产品 所以爱多美的产品呢 你只要能够在这边 好好的走出去 跟朋友分享的话 基本上 他找不到任何理由来拒绝你 如果他会拒绝你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朋友 不够朋友 那么呢 爱多美公司成立于韩国 2009年 直到今年是2018年 总共几年呢 9年 那么一家公司 在这个社会上 如果9年的话 算是一家baby公司 在这9年 爱多美公司进入了 先后了 总共10个海外国家 从韩国 日本 美国 加拿大 台湾 新加坡 柬埔寨 菲律宾 最后来到 马来西亚 泰国 墨西哥 总共11个国家 如果一家公司不够稳定 不够成熟的话 那么他绝对不可能 以这么快的速度 进入到这么多个海外国家 大家可以看 以前是一年开一个国家 在近来的两年 一年开几个国家 三个 那么今年将打开什么国家呢 澳洲 印尼 所以呢 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我听说最近的澳洲的机票 给马来西亚人买到要断票 有没有 所以一家公司能够以如此惊人速度增长 最主要就是一位我们的灵魂人物 他是我的偶像 他是你们的偶像吗 他是我们的朴涵级董事长 这位董事长是非常有爱的董事长 董事长曾经即将走向人生的最后 可是因为Hemohim 挽救了他生命 所以他告诉他自己 只要他能够活在这个世上 他将帮助更多的人 那么董事长呢 他有一个强大的背景 他曾经是荣获韩国直销达人奖 那么他也是韩国直销会的会长 所以对于直销的利与弊 我们的董事长是非常的熟悉 此外呢 他曾经在2000年 创立了I am Korea的一家网购平台公司 试想想 2000年的时候 大家都用着什么手机呢 知道2000年自己用着什么手机吗 那时候的互联网不普及 那时候的我们都用着3310 3310呢 如果是蓝色的灯 就已经很危水了 所以那时候的人呢 是不会用互联网的 老板在2000年已经看懂 网络平台的一个市场 重点就是那时候没有人欣赏 所以呢 就做不起来 不成功 在2009年的时候 老板再次成立了一个网购平台 那么就是我们的爱多美公司 那么呢 这个爱多美公司呢 它是结合了一个网络趋势 再来就是一个利益分享的平台 那么在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 老板就说 他要卖什么产品呢 一家公司一定要卖产品 老板就说我要卖 人人都需要的日用品 为什么 因为日用品呢 是无论有钱 没钱 甚至你欠人钱 都必须要用的 有可能说我欠人钱 我不刷呀 可以减轻我债务吗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日用品呢 它能够创造 源源不断的收入 可是市场上 日用品牌那么多 要怎么去跟其他日用品牌 做对比和比较呢 那么就是要卖到 要做到就是高品质 绝对价格 这样子才能够与其他的那个 日用品牌子做竞争 所以简单来讲呢 老板就是要做到大众精品 好的东西便宜卖 再来老板也曾经是一个很穷的人 他希望通过爱多美这个平台 帮助更多的穷人 所以呢我们爱多美 做会员需要 会员费吗 不需要 临门槛 所以呢人人都可以在爱多美 取得成功 那么我们公司 常常有一句 挂在嘴边的话 就是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知道 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怎样做到绝对品质 最主要就是我们背后的一些 强大的机构 第一个机构呢 就是我们的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它是排名全球第二大的研究院 仅次于美国的NASA 那么呢它也是韩国政府 就是有助资金支援的一个研究院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韩国科码 科码呢是全球前三大的那个代工厂 OEM工厂 那么呢大家知道这间工厂有生产什么牌子的产品吗 一些在市面上很知名的产品 比如说SD什么的 或者西日牌的 你有看过这些牌子的工厂吗 没有哦 它是一个品牌 它都是需要一间OEM工厂来生产的 那么呢就是有一间叫做科码的工厂 所以呢在我们的公司的产品呢 就是由这间全世界级的OEM工厂生产出来的 那么国家级的科码研究院拥有了就是研发科技 再来就是世界级的代工厂帮助我们生产产品 这两个机构合并之后就是科码B&H 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是梦幻级的产品 那么是什么产品呢 爱多美的产品 那么用了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是不是可以变成梦幻少女 来给我们公司产品一个掌声 那么绝对品质 我们知道了绝对品质是如何做到 接下来我们要知道是如何做到绝对价格 那么价格是知道说 我们如果一个产品 很多人都会告诉我 好的东西就要有好的价格 如果说好的东西有便宜的价格 是很难做到的在市场上 因为很多老板都要赚钱 对不对 所以每次当我在跟朋友分享爱多美的时候 我不会先把价格说在前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如果你把价格说在前面 你等一下会很忙 你会看到你的朋友会一直拿着你的盒子 拿着爱多美的盒子 上看下看 一直看这个产品 到底是不是made in China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 company的breakground 跟他说了之后 他try了产品 他就会很相信 我们的公司绝对能够做到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的公司能够做到绝对价格 绝对价格不是最便宜 而是说 以这样子的一个品质 在外面绝对找不到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那么公司是以网络行销 我想问一下大家 今天如果我们在外面的商场购买一个产品 请问那间商场需要请员工吗 需要 那么需要给电费吗 需要 也需要给租金 那么请问这是不是产品的成本 所以基本上一个顾客买到那个产品 他是需要支付研究费 运输费 然后再来是水费 电费 再来就是员工费 而在网络行销的话 基本上这些费用都可以省到完 那么这边是苏邦对不对 这里最靠近的shopping mall是Pyramid 今天Pyramid的生意好不好 很好 你们有去吗今天 没有 为什么你知道生意很好 每天都很好 这样子他一天的生意 你说有超过六位数吗 肯定有 我们不去都知道Pyramid的生意很好 那么Pyramid做哪里的生意 就做这个area的生意 我们都知道他有六位数 那么爱多美做哪里的生意 做全球的生意 所以网络的生意 它是可以不受地点的限制 所以可以做到很大很大很大 再来它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 也就是说今天你如果经营爱多美 因为它是网络行销 你在睡觉都有钱赚 好不好 那么也因为网络行销 就好像淘宝一样 那么那个量很大 量大的话 今天如果厂商申请 生产一万只的量 和一百万只的量 请问成本一样吗 绝对不一样 一百万只的量 成本绝对很低 所以呢网络量大 我们就是以量支架 能够做到最低的成本 再来 我们说一说 我们公司用什么系统 我们是以电子化系统 大家知道吗 如果说Sunway Pyramid 它这样子一天一百千的销量 它需要多少的员工 我们讲少少都要几百位员工 它才能够做到六位数收入 大家知道在上个月五月 我们马来西亚爱多美 做到了多少的销售额 九百多万 那么马来西亚爱多美多少位员工 十七位 我们做到九百多万 将近一千万马币的业绩 只有十五位员工 我们马来西亚爱多美厉害吗 来给公司一个掌声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点 因为呢 如果一家公司 它要赚很多钱的话 员工是最大的成本 行情不好的时候 最常听到什么事情 财员 所以呢 如果行情不好的时候 爱多美行情特别好 因为我们没有财员的问题发生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也把成本降到最低 因为我们的员工的cost 也是降到最低 再来 爱多美的产品 价格这么便宜 因为 会员是直接和 公司购买产品 所以呢 没有多成 就是profit的 那个赚取的差额 差价 所以呢 也把那个价格 降到最低 所以呢 绝对价格 也在这里做到了 再来我要说一下 我们的marketing plan 基本上marketing plan 在我们的one day seminar 都有很厉害的讲师 帮我们说 可是呢 我在这里要说一说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主妇 最厉害的事情呢 就是服侍老公 煮煮菜 顾顾孩子 给孩子气一下 眼泪就是掉到乱七八糟 所以以前我曾经做过网卖 经营网卖的时候呢 常常就是因为 利益上的问题 组织的问题 搞到呢 大家互相伤害 其实当一个小宝宝出生的时候呢 我们人都是善良的 大家认同吗 我们常常说 人之初性本善 人性本善 可是在很多传销 或者很多事业上 我们人都会变得很显恶 为什么 因为那个制度 人必须变得很显恶 必须挣扎求存 必须互相伤害 才能够在那个制度当中 取得胜出 才能够保存自己 可是在爱多美的这个 marketing plan呢 我觉得 我像一个人啊 因为什么 因为我在找很穷的人 就是没有能力的人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 member不需要钱 所以很辛苦的人 也可以在这边 找到一个机会 再来 我们不需要 每年的renew 我更不需要逼那个人 为了要在这边赚钱 每个月消费 那么呢 我们这里也是有 每日封顶的 这代表什么 赚到钱的人够了 把额外的钱 分给后面进来的人 这样子是不是 什么时候进来都可以赚钱 这样子是不是 这个事业可以越做越久 越来越长远 再来 我们的公司呢 最近老板他们都一直在探讨 怎样子 让我们爱多美这份事业可以传承三代 基本上出去外面 每一家公司的marketing plan 它都是告诉你可以赚钱 你有听过不可以赚钱的marketing plan吗 如果它marketing plan 不会赚钱 基本上你也不会做 对不对 所以marketing plan 都是会赚钱的 只是这个钱 这个marketing plan 能够做多久 能够赚多久 而爱多美的marketing plan呢 因为可以传承三代 公司都一直在找着方法 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让我们可以传承三代 那么也因为我们的marketing plan 是无限代 那么无限代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一千代一万代 都跟我们有关系 那么我们都会互相帮忙 所以呢 我们人就能够回到最初的自己 找到最终 找到最善良的自己 这个制度好不好 好的话给公司一个掌声 有人喜欢做坏人吗 没有对不对 所以如果要做最善良最初的自己 要做什么 做爱多美 这是国际连锁店 去到哪一个国家都有 那么这些连锁店呢 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很多钱 去买这个牌子来经营 因为呢 这个连锁店 国际连锁店 在过去 它的系统被证实成功 可以赚钱 所以很多人愿意花钱 去买它的franchise 但是 我在这里要讲 但是 这些连锁店 它能够跟你担保风险吗 有听明白这句话吗 就是说很多人花钱 去买这个franchise 因为它过去的数据 告诉我们 经营它会成功 但是我们经营之后 它有guarantee你 它的风险有多少 如果真的失败 它会赔你钱吗 没有 但是前提 有多少人有本事 拿出这么多钱 来经营这个国际连锁店 OK 重点来了 现在有一家公司 历经九年 它有这一套成功系统 OK 在这九年帮助 无数的人 在这个系统里面成功 我想问在场的每一位 你想学习这一套成功系统吗 而这一套系统是不需要花一百千 也不需要一万块就可以学习到的 你要成功吗 要的话 请给我掌声 那么这一套系统 就是我们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中心说明会 在全马有150一家教育中心 也是最靠近我们爱多美会员的中心 去我们教育中心其实不难 你只需要驾车 它很靠近你 但是很多人会告诉我 要上课很累 我这里要讲一个道理 想问一下大家 小学读书要读几年 六年 那么读中学要几年 六年 再来读大学呢 看你读什么level 那么简单来讲 从小学六年中学六年 在读大学我们说一个三年 短的好不好 三到四年 这样子总共六十二 我们说一个十五年 读完大学出来 能guarantee什么 我们花了一个十多年 guarantee 我在社会可能做一个三到四千块的收入 那么今天爱多美的这个成功系统 我们去中心可能一个星期两到三个小时 一个一年两年后 我可以担保你 这个系统可以给你三到四千块的收入 你要学习吗 所以不要找借口说没有时间啊 OK 中心说明会一定要去 因为呢它是可以让我们最靠近最快学到东西的地方 第二个呢就是一日研讨会 一日研讨会呢在每个月 全国五个地方都会举行 那么有时两个月呢会七个地方 那么要知道在哪里举行的话 基本上上官网办去中心都会有中心长告诉你 那么我要讲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成功学院 今天我们在哪里 我们的成功学院呢就是让我们找到 梦想的地方 梦想的地方 两天一夜 教我们怎样子成功 那么呢还给包我们吃 晚上还包我们睡 两百多块可以吗 可以哈 下个月要来吗 要来哈 所以呢这个系统被证实成功 那么也不用你烦恼 也不用你就是怎样子去做 你只需要做什么事情 复制 找人 跟着来 跟着做 这个系统非常的简单 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大妈 我最没有创意 那么也没有比人家聪明 我最喜欢就是复制 只要这个系统是成功的 最简单不过是 就是张开嘴帮和人家说 把人带来系统就好了 这样子的系统是 比去拿那种国际连锁店 还要值得的 那么我也可以在这里 跟大家担保 刚才我说的连锁店 它因为它过去的成功系统 所以很多人花了很多钱 愿意去经营这份事业 像我这样的人 是没有那个能力 重点是那个成功系统呢 国际连锁店的成功系统 它不担保失败的风险 在爱多美呢 我们失败的风险是什么 也就是用到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得到更健康的生活 这样的事业可以做吗 绝对可以 那么我们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证实有效以外 这个系统呢 是全球统一系统 那么也就是说 一个系统走全球市场 你看我们接下来 要开哪里 澳洲 English I can speak a little bit so don't play play with me OK 我爱多美这个成功系统 所以简单来说 数不高 可是三种语言我都会一点点 那么呢 经营爱多美 我们就好在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因为三种语言都会一点点 这样子可以做到全球最大的那个市场 你说好不好 这两年要做爱多美的话 就要赶赶去做 这样子很厉害的人要做什么事业 会讲马来话的人要做什么事业 家庭主妇要做什么事业 总之什么人都要做爱多美 OK 这样子的公司 我说真的 我这一生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了 也就是爱多美 谢谢大家